这个短片啊,来了解一下 这种所谓的旅游警示的矛盾 我最近在看,因为有朋友去日本 他们一直在想说,到底要不要回来被隔离 到底回来会不会不能出门 于是我帮他了解一下这个新闻之后 我发现莫名其妙 来你们仔细看喔 第二级喔,同样都是第二级的香港澳门 第二级的新加坡跟日本 但是他们的入境是完全不一样 你如果去新加坡跟日本的话,同样是第二级 听起来都是已经同样严重,但是喔 他只要是日本跟新加坡 自主健康管理14天喔 那自主健康管理14天就是说,你可以爬爬罩 他这里有讲 他只跟你讲,你可以尽量避免外出 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外面 庆材爬爬罩 你都没有问题 你只要有戴口罩 尽量戴口罩就好 有戴没戴人家也管不着你 然后居家检疫就不一样 来你看喔 你如果是去香港跟澳门的话 你就有差别待遇 同样是二级旅游警示 但是差别待遇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对香港来讲 我觉得是一种 另类的歧视啦 因为 你想想看 日本现在的感染人数 已经是 甚至有超越香港的 的迹象了 但是为什么 他在这边要 居家检疫14天 那居家检疫就很严重了喔 你居家检疫你是 留在家中还有指定地点喔 你不能外出还有搭乘 搭乘那个交通工具喔 然后出境或出国你是 都被禁止 而且你只要一出门你可能会被罚 15万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严重的 差别待遇 甚至说是一种 我觉得算是一种歧视 因为毕竟 同样严重的事情为什么 会有两种不同的标准 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喔 为什么会这么莫名其妙 所以目前看起来去日本旅行的人 不用担心说会被隔离 其实去日本旅行回来等于不被隔离 因为 自主健康管理等于可以爬爬走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这就是今天早晨看了新闻了解之后发现很莫名其妙 所以特别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